會整晚的 但是整晚太奇怪了 男生竟然... 竟然爆香 他酒量變超差 然後直接睡著 然後那男生算了離很遠 他睡在這 他整個晚上會爬 你知道 然後那男生起來點歌 他又要爬過去 你爬過去 整晚會這樣爬 你男生是 肢體上演一整晚比較不難 男的是 有的女生聲音明明是 大聖的那一種 對啊 我看什麼 然後他心眼男生來了 那個我可不可以吃這個 他演一整晚 他怎麼可以吃這個 他不小心會露餡 我剛剛不是 我剛剛忘記 他們現在在這邊講的 義憤填膺對不對 劉雨柳等下出去攝影棚 遇到心眼男生 對不起 然後 然後艾勇本來在扛兩個花 看到塞哥走得來 好重喔 好重喔 麻吉 趕快啦 然後子璇看到喜歡 頭好痛喔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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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有朋友的就是外遇 然後小三明明知道 人家對方有老婆 然後但是被抓到之後他就 大家都朋友他也講說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被抓到還說他不是故意的 他說他不是故意的 他說他不是故意的 他明明早就已經知道 人家是有家事的人 他好像被抓到 講什麼都不對 女生說我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那這個男生呢 是男的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沒有 我覺得他在講幹話 他在講幹話 我碰過男生 跟人家偷情 被原配抓到 那那個老公算是 對 當場跟原配下跪 老婆對不起 我不應該嫖妓 當場六七塊 你回去 那個女生莫名其妙 我回去 還可以拿六七嗎 其實這雙家超過 我覺得車頭燈還好 因為有人真的是太大了 就是場都藏不住 他藏不住 但是我比較討厭交弟弟的女生 是隨時切換交弟弟的女生 我真的很受不了 原本就是 可能像我講話比較直接 如果突然看到喜歡的男生 突然切換我 真的覺得會滿頭問號 像我有一個朋友 我跟他走到路上 我們兩個就拿東西 就是像這樣平常這樣講話 很正常 結果他就會突然跌倒 就例如說像這樣 突然跌倒 我們就很正常 就是到樂隊就是這樣子 他就說 就是因為出現他喜歡的男生 他就等人就來扶他 好適合綜藝摔喔 他為什麼 董哥接班人 董哥接班人 沒事 你常幹這個是 拍戲的時候很常摔 他為了錄這一段 他家裡面練三天 沒有好多次 沒有好多次 就好不喜歡女生 然後因為有個 他喜歡的男生來 他就遇到喜歡的男生 就會用盡他的方法 讓他來注意他 有一種切換才會 才會真的是噁心 就是以前認識一個 他姊姊醒了 他大我五歲 沒關係 因為男生有一段時間會 喜歡姊姊醒 好 他平常跟我講話 就主導性很強 出聲出氣的 但是他每當上了床以後 他會切換 他明明是姊姊對不對 他講話也是姊姊 他上床的時候突然 突然在那個瞬間 看著你 哥哥 你會笑 我跟妳講 你會笑出來 哥哥 笑出來 哥哥 要是你不會笑出來嗎 很幽默 怎麼好好的突然叫你 真的很有趣 不是 是人家有一些人 就是會發出這種聲音 喔 哥哥 喔 哥哥 然後你就把它當成這樣 桌子 講英文更不能接受 喔 哥哥 平常沒有聽他講過半句英文 突然在那個瞬間 他突然就講英文了 你講完了嗎 我講完了 真是裝的還是真的 對 你就是隨身帶一個電筆 電筆 就是 你就忍不放電了 卡 好像 用水子拿一個電筆 對 最真實 真的很好笑 我以前真的碰過一個 堵在我前面就拿球棒 我旁邊做一個妹 那時候還沒結婚 那時候也還沒走目前 我是聽人交戰 我想說要不要跟他道歉 可是旁邊又有妹 民主又不能這麼懦弱 我是白轉千回 一直到那個已經走到我雙邊 那個手已經高高舉起了 是 準備要貓下去的時候 我先進去法案加車窗 對 抱歉啦 懂得生存 那個人喔 求幫幫工中華團 笑出來 你咬咬咬咬就好了 你喔 他再回去喔 有什麼 有沒有 看 arrows high 有妹仔的時候狀況又不一樣了 嗯 其實你們有在開車的人 你們大家想想看 這兩個A跟B的邏輯 A他亂打方向燈 然後亂轉 就基本上就是三寶居多 那三寶每天在路上都碰到很多 有經驗 可是你看像B 到最後一刻她就死不排隊 然後大家都正常在排隊 她到最後一刻搶到前面 然後硬要給你咖進去 這種人就是 那就是8加9 我剛才選 我就是不怕8加9 每天也是在路上碰到 然後那種要左轉上橋 就有人從旁邊要咖進來 他硬要咖進來喔 跟你一公分這樣子 對 他就逼進來 碰到這種 我基本上我也不會讓他 硬他不舒服 前面有一點 不能硬來 前面有一點點空間 我就往前 豬潤 我們直接接你的 要裝機油 我就不讓給他 但是 就會碰到有一種 他真的就是露磨 你就眼看你們兩車 已經要撞進來 他還是不怕 然後就算了 因為他開的車 他就是不怕撞爛他的車 他是爛車 那算了吧 那我就停下來讓他過 所以這種人就是露磨 你會很生氣啊 那你不會追上去 一直按他喇叭 我會 我如果被人家這樣硬插 我一肚子不爽 怎麼樣 插回去 我一路 沒有 我也不至於 因為那個動作有危險 有時候會上騎自己的車子 你就一路跟著他 一直 我從裡面之後 一路砍到空下 空下 我怎麼講 我也有 氣炸 沒電啦 我才有電啦 氣炸 他那個亂切的還好 我覺得是假動作的這些 車主比較長 很多假動作啊 他開左邊 咚咚咚咚 你說你還要開左邊 我們就要繞右邊 忽然就 就跟你過來 你捉摸不定他的這個方向 有一次我打左邊 讓他選擇 好 他打左邊 我們就要往右邊的巷子進去 沒有 他打左邊以後 忽然也跟我一起 就直接卡在那個 那個小巷中間 我就說 我就下車說 你不是要往左邊轉 你怎麼會打左邊轉 然後他就跟你這樣 沒完沒了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年代 我那個車還是有那種 天線 廣播天線 那很久以前了 對 講到後面以後 他整個人生氣 你知道也是個大媽 講到生氣 把我那個天線折斷 然後把他拉起來 都會把我要來教訓 這樣 因為那種 叫你大媽 把折斷 那種天線 自古以來 只有 去六福村的時候 對 會被猴子折斷 哈哈哈哈 對對對 話不投機 半句多 對 久逢知己 千杯賞 對不對 幹嘛跟人家耗兩個小時 你都在滑手機 然後把人家當二愣子賞 對 對不對 像傻子這樣子站在那邊 我剛剛是不是講的對句啊 對啊 雙鴨 對 雙鴨 對 雙鴨 大嘻哈 是不是 久逢知己 千杯賞 對 重點在喝酒啦 對 你一定要用做古典音樂嗎 哈哈 不能用嘻哈的音樂嗎 老師 沒有 可以啦 就是你跟他講 玉瓊千里目 我是你老母 哈哈哈哈 你的臉有古典 哈哈哈哈 這首詩是王之幻 名垂千古的 燈灌雀樓 被你講成這樣 你好棒 哈哈 OK 揪戰雀草 波隆山 哈哈 哈哈哈哈 無心插柳 柳成 柳懷孕 來 柳懷孕 已經插柳 插柳懷孕 所以柳懷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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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本事同根生 為什麼 相間何太極 相間牛小排 哈哈 哈哈 當時我剛好又吃糯米類的東西 搖一搖已經有點不舒服了 又黏住 對 黏住了 假牙又有用 然後搖一搖 搖到一個很硬的東西 然後我的那個牙套 整個被我那個 糯米弄碎了 這個 黏上去 整個黏出來了 天啊 我就很尷尬 那個假牙怎麼辦 吞進去 我不能吞進去啊 我要回去黏回去 哈哈 小牙要吞進去啊 假牙很貴 不然一個牙套 起碼要一萬多一兩萬 要是我這一的頭皮 吞進去了 什麼可能吞進去 東京小沈 如果假牙吞進去 會放你出來嗎 對 放你出來 會啊 放你出來 對 梅子子喔 這麼大顆 藻子越大顆 我怕痛過啊 麻糬放你出來啊 對啊 放你出來 然後很尷尬 我趕快到廁所 想說用麻糬看 可以把它黏回去 因為我還不想結束這個冤會 但是又不行 再吃了兩口 又咬出來了 我怕不行 我要先走了 我都牙痛 然後趕快就是 找醫生把它黏回去 對啊 我真的很尷尬 很不舒服 牙齒真的 那當時女生有發現 你假牙脫落的意思 當然有發現 還好 你沒跟她接吻 萬一你一直不講 結果的過程當中 他會把你的假牙吸住 因為我不敢繼續吃 我再繼續 你跟她拍歌子 我老公就是害怕回家 特別是結婚多年 家裡面沒有溫度 還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所以你知道 每個不同的停車場 陰暗的角落 都有一個回到家裡面 他車子停好車以後 他就窩在車子裡面 我以前看這種景象 就說這些人是有病是不是 有一天我跟我老婆 跑完家以後 無處去嘛 不要再鋪飯店了啦 浪費錢 他也不見得會知道 我竟然好像被制約 我像僵尸一樣 我就默默的 就是不由自主 我走走走 我竟然也按了V3 我下了V3 進了我的車子 然後我拿起白色的毛巾 改成 接著旁邊有人在巴巴 我按下窗戶 因為Paul跟我住同一個社區 他也在他的車子裡面 你陪著還要坐 你陪著旁邊有兩台 一個叫A的 我們都認識 也是 這個我有同感 而且除了家裡的停車場之外 還有哪裡的停車場 對 河濱公園的停車場也是 對 有幾次也是一樣跟他吵架 我想說他開車出去 開車出去晃 然後哪裡晃 然後就晃到河濱公園那邊 就河濱公園開到底 總共有一個回轉處的地方 你就看到那邊有一堆人 對 而且幾乎都是男生 要不然就是車窗搖下來 在那邊抽一圈 就一個人不準這樣子 然後都是男生 然後一看就知道是那種 已經有家庭的那種 然後每個人 油頭乾淨的那種 就是有很多的苦衷說不出口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 你講到我都好想 好想 去河濱公園走走 不是 我都好想帶很多水 去河濱公園發 賣啦 什麼啦 我覺得你在幹嘛 比較想翻白眼 因為你在幹嘛 這句話就是代表 無話可聊的尬聊的意思 我從來不問這個 因為我那個時候 有一年談戀愛 那時候學生時代 也是會問 你在幹嘛 對 對方回了我一句 我從此不會再問這句 關你什麼事這樣 不會 我覺得關你什麼事 還有什麼 這是關你什麼事 關你什麼事 管屁喔 你覺得我在幹嘛 你在幹嘛 天啊 好幼稚喔 好低俗喔 對 我在幹嘛 這應該是小小孩子 才會講的話耶 好幼稚喔 哪個是小孩子說 幹嘛... 生小馬啦 對... 那是小孩子的幼稚 對話 我們兩個在那邊 互相玩的講的話耶 我是覺得怎麼會有 這樣子的回答 你知道嗎 好幼稚喔 真的喔 有人會覺得自己 這樣子很好笑 或者覺得他自己 不是談戀愛 講的話耶 不是很討厭嗎 我是曾經把你在幹嘛的媽 把成媽 對方回我說 哈哈被你抓到了 對 喂 喂 趕快叫我爸 跟第一次 他後面還補一句 趕快叫我爸 也確實就是說 等一下一定會找你借錢的嘛 我一定是 默不吭聲的那種 然後我還會想要 自己拍一個破產的影片 遠離掉那些想跟你借的朋友 對不對 來拍破產影片 對 剛好可以 過濾掉身邊那些 只借不還的那種朋友 然後剛好也可以看清很多的人性啊 我還滿享受那種 突然人家看你沒有的那種感覺 他是享受那種 他很多錢 但是製造出一個假象 讓人家以為他什麼都沒有 你們都被我騙了 他那種心情的很爽 你一彎有一天 你真的是一窮二白 人家剛好也看不清你 你不是這種心情的啦 可是某種程度你也是可以看得清 很多自己身邊的朋友的一些 你那個是童話故事的邏輯啦 整一臉啊 他一定得要是個王子 所以呢他當乞丐可以喔 因為他當乞丐被受盡凌辱以後 有一天他突然把乞丐扶換 其實我是王子 對對對 你怎麼不是王子 你乞丐哥 其實我還是乞丐 好厲害喔 你帥的啊 對 他 你覺得歷子太好了 我用白話文拿去 你的邏輯甚至會 對 這個婚後有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呢 用自己的名義買樂透中獎 的這個錢呢 如果一旦離婚的話 沒有 就不算在夫妻財產 對 共同財產那邊 是不用分的 韓國的法律是這樣 好魔性喔 YES 因為那是不義之財 不是 那是你個人的名義 不是你們一起努力 那是你個人名義中的名義 你自己的錢去買 對 所以這時候 你不跟老婆講 這個節目太邪惡了 你跟老婆講 是你 你要講嗎 我會講啦 啊我 你不講你瞞不住啊 對 你瞞不住 你是忍不住的 對 你忍不住 一件事 我知道 明明代表全地球人都會知道 更何況 發生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 我忍不住啦 綠才會講嗎 我不會講 很重要了 蟑螂比起來 蟑螂是天使 哪有 我剛剛很恐怖好不好 踩進去 跟那個阿彪比起來 我被蟑螂弄過了 因為我小時候是孩子王 就是就會聚集我們附近鄰居 就去抓蟑螂 有時候女生很怕嘛 我就會 然後我們就會聚集 集體炸蟑螂 就是用那個水鴛鴦 炸 什麼 然後有一天 就有一天我就洗澡的時候 就有一隻蟑螂 我覺得那隻蟑螂就是 蟑螂王來復仇 對 真的 他就飛 飛到我身上這邊來 他咬我 我在那邊 他老會咬人嗎 所以我真的怕蟑螂 演藝圈兩大怕蟑螂的 一個嚴謹 一個是男的 那個潘若迪老師 但他那個經驗很慘痛 他本來就怕喔 本來就怕的人喔 他本來睡覺的時候 嘴巴開開了 喔 喔 那個蟑螂喔 捨立被牙 喔我的天啊 最胖啦 對 不能想笑 潘老師當下覺得嘴癢癢的 所以呢 牙關就緊閉 一咬下去 口腔中蔓延開 蟑螂的心透味 我的天啊 不要再講了啦 喔 我老婆喔 我老婆喔 沒有 還不輸 不太可能會選傳信息 給他現任情人啦 因為你就已經輸了 你還跟他現任情人 沒有啊 那你太單純了啦 這可以很惡毒 直接就講說 啊 沒什麼了不起啦 你現在這個女朋友 比方叫阿芬 阿芬喔 阿芬的身體結構 我都非常了解啦 哈哈 那他我跟妳說 他上上下下 就跟夏天的冰淇淋一樣 都被我選過一遍了 你還要嗎 黑橡皮 你怎麼解得出這種 不是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你正常嗎